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支持通告二檢 儀式先開始 然後首先我們把 接下來會一一請人舉牌 然後把這些二檢的名字 在每個按二檢的名字 一一列在牌子上 第一個案子 吳咪咪 第二個 吳李培 第三個案子 許天才 第四個 高英茂跟邱毅仁 第五個 蘇俊芬 第六個 謝卿志 第七 高直朋 那每一個案子呢 在這裡先大家唸一下 吳明敏案呢 濫權檢察官是 王清傑 蔣志祥 劉景仁 好 那個風景景要改為風景的景 吳李培 吳李培 吳李培案 濫權檢察官 林文亮 謝卿志案 濫權檢察官 朱朝亮 高峰奇 高池彭案 濫權檢察官 黃世民 我們現在要念 宣讀一段 由金安偉老師所執筆的 擴解行動的宣言 然後麻煩大家請 如果你們手上拿到那一張 好 謝謝前輩 擴解行動宣言 我們在這裡鄭重而莊嚴的宣告 擴解行動開始了 這是人民用自己的力量 向濫用司法權的檢察官投出戰書 也可以說人民對於濫權檢察官做出反制 我們的目的是 打破司法其外政治其內的檢察官濫訴之檢 完成司法的去政治化工程 還正義於人民 檢察官濫訴是一個問題 但檢察官辦案有顏色 會為政治服務而濫訴 則是更嚴重的問題 無論是濫訴 還是更可惡更可怕的政治濫訴 都是罪行司法恐怖主義 尤其是政治濫訴 很難不讓人質疑 這是中國國民黨在白色恐怖 不在之後的黨國幽靈的化身 不僅擊碎我們的法治 也掏空了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 代價則是 基本人權的摧殘與法治國的崩潰 根據去年2012年12月7號自由時報 民列民進黨近年司法案件判決 判決無罪確定一覽表中 竟有高達14人之多 包括彭百賢、許天才、邱毅人、高英帽、謝青智、十首簽、呂秀蓮、游錫崑崑、楊明、陳真、朱李良、黃偉哲、吳乃仁、吳明明等 除了一兩位判決無罪還帶定言外 其他全是判決無罪確定 事實上 人數遠不止於此 如更早的高職棚案 以及晚禁的無理培案、蘇智芬案 還有許多禪宋的案件中都不在數表內 警察官濫訴的數字已經令人炸舌的地步 如果無辜而被起訴的民進黨公職人員只有區區二三人 我們可以偽之於個案 但數以實際就成為統計學上的意義 從而呈現司法政治化的本質 我們不得不斷言 這是有預謀的借法網耗之貪腐的政治設計 司法是維護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檢察官則是司法的前鋒衛士 所以檢察官的濫權是司法災難的發端 也足以崩壞司法大廈 我們知道今天的法律條文 是保護檢察官濫訴的多 保護被冤枉被迫害的人民少 我們當然也知道用司法程序去抵抗 檢察官是以人民之短去攻檢察官之場 這是武器的不對稱戰爭 這是艱難而漫長的戰線 但是我們不怕台灣司法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臨界點 要改造從而破解行動的開始 我們今天高舉正義之間不是為了鬥爭 而是為了改變 這個檢一定要破 這個檢一定要破 我們在此試試 好 請回座 謝謝 請回座 請回座 我先停止 這位檢察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